喜欢咖啡的人一定对赞如不陌生 赞如的字面意义是深沉的黑色 公元前五世纪 越国名将欧野子 在炙热艰辛的环境下 铸造著名的玄铁重建 赞如宝建 同样的赞如追求极致的咖啡工艺 因此在2003年 赞如以对咖啡的热情 以及高学历里工团队背景 投入咖啡事业 赞如以手冲咖啡文明 将冲煮的过程 一对一的真实在桌边 呈现咖啡萃取的完整风貌 让您亲身感受手冲咖啡的温度与层次 其实评价外带市场我一直都对这一块市场有很高的热情 原因鱼工鱼丝都一样 鱼工是说 事实上评价外带市场 它还是在整个咖啡的消费的金字塔里面 它一定是占最大的份额 但鱼丝的部分 因为我个人对于推广精品咖啡是有热情的 但是你真的要去极力的去推广精品 价格是一个门槛 所以呢对于平价 用平价咖啡来推广精品咖啡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其实我最早啊 我一杯拿铁啊定价是75块 一杯咖啡75块 可是没有人来喝 很少 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一定是我对消费者的行为的猜测 有问题 所以当时呢 我就开始 透过虽然来客很少 但是透过跟每个客人的深度互动 然后访谈 那这里面当然就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解读 但是简单的讲 就是说 第一个 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东西卖的便宜 未必是对的 第二个 消费者对于口味的辨识力 不如你这些专业师傅的想象那么高 那因为这两件事情 所以后来导致了我们新的模型的设计呢 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创业这条路上面 还是 呃 不能说有成就 我认为完全 不叫成就 不过其实最颠簸的时刻 应该是大致上已经过去了 那那里面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教训 第一个 做一个创业者 你一定要有极高的热情 这热情其实它里面还包含了 呃对产品技术的好奇心 还有对人的好奇心 对市场探索的好奇心 甚至对自我探索的好奇心 这些都是热情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说 在财务规划这件事情啊 因为很多的朋友 他是白领阶级去创业 那对于这一类的白领阶级去创业的话 最常犯了一个技术面的问题是说 他对于资金的估算啊太乐观 你预计开这个店要花400万的话 对不起 请准备800万 要不然风险太高了 事实上站如现在啊 的这一个比如说 假设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规模 这个规模应该在三年前就应该要出现了 但是因为我在创业初期 我多花了三年再跑三年半 所以那三年的话 基本上对赞颅来讲 他几乎是一片空白 没有时间照顾产品 没有时间照顾客人 没有时间好好地去想未来该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白领的年轻人 我认为我能够提供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教训 最重要的中部就是这两件事情 你真的必须要对你所处的 这个所投入要做的事一定要有热情 第二个是不要低估了财物将来会对你的伤害 一定要做好准备 一定要做好准备 站如以对咖啡的热情 从自家烘焙馆为起点 探索精品咖啡多元宇宙 在短短数年间扩电版图稳定成长 实现咖啡爱好者对精品咖啡的期待 以及咖啡世界的所有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